几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宫不能因为自己厌恶 便将这件恶心的事推到你身上 你才入本宫麾下 本宫不能委屈你 姚莫婉欲擒故纵 那算了 冷冰心怂怂间 郑玉转身 却被姚莫婉拦了下来 这就走了 姚莫婉挑眉 心道 刺人真是不禁让啊 冰心已经拿出诚意 若主人觉得冰心是信得过属下 有事尽管吩咐 若主人是怀疑冰心另有所图 冰心也无意让主人为难 冷冰心一番话 倒说得姚莫婉有些无地自容了 好吧 此事就这么定了 有你带本宫陪在楚墨北身边 为了不让人起疑 你便将本宫一融成你的模样 如何 姚莫婉素来不是个矫情的主 当下将此事定了下来 冰心遵命 除此之外 冰心还有一事禀报 昨日奔雷找到冰心 想求冰心在主人面前替他说情 他还发誓 至此以后会对主人毕恭毕敬 若再出言不逊 必亲手割了自己的舌头 冷冰心天之佳夜地道 奔雷 你觉得本宫是否该原谅他呢 姚莫婉微挑着眉 看向冷冰心 试探地开口 呃 冰心不敢妄言 只是巨石禀报 罢了 替本宫转告他 之前的事可以既往不就 明日肃清王会随我们去大蜀清城 让他守在肃清王身边 尽力照顾 将功补过吧 姚莫婉挥手退下冷冰心 眼见着冷冰心的身影 淡出自己的视线 姚莫婉唇脚勾起一抹赞赏的弧度 冷冰心果然聪明 他先是败在自己麾下 然后请命立功 之后 在叙述奔雷的事情上 没有丝毫求情之意 但他怕是笃定了 自己会给他这份薄面 聪明的女人呢 紫夜时分 夜黑风高 阴云遮月 一抹黑影左供右盼之后 思乎的窜进了叶军清的房间 王爷 李准公邀驼背的探紧房间 摸黑入了室内 本王在这儿 过来 借着稀薄的月光 李准纹声转眸 赫然看到 叶军清正已在墙角处朝他招手 那王爷 您怎么在这儿啊 李准摸着路 蹲走过去 胡疑问道 小心使得万年船 你进来的时候 确定没人发现 叶军清拉过李准 二人并肩而坐 王爷放心 微臣保证没人跟踪 没人发现 那就好 本王要的东西 你带了没 在此之前 叶军清已然上窜下跳地 将整个房间检查了一遍 确定风雨雷电和阴穴 均不在 以这间房间为中心的百米之内 这才放了心 这封是微臣的亲笔信 只要王爷将此信 交到微臣师兄葛孽手里 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李准说话时 自怀里取出一张信件 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叶军清 嗯 做得不错 叶军清点头之际 将信件接了过去 王爷 微臣有一事相求 倘若王爷不慎暴露自己 未失明的事 若是被楚后知道微臣 匡骗于他 那微臣这条老命就算是挂了 李准犯难地看向叶军清 祈求拍口 你放心 若真被发现 本王大可以说是刚刚好的 叶军清将信件揣入怀中之后抬眸 李准的目光依旧没有移开 好啊 本王答应你 就算本王被揭穿 也绝不会连累你 为臣替李家祖宗十八代 感激王爷 李准悬浮的心终是稳定下去 待李准离开后 叶军清悄悄地爬上床榻 却久未如眠 末安 在经历生死之后 君清如何能小心 你的心 在触摸北内 君清如何放心 让你独自承受益气 有你在 这江山锦绣如花 没你在 君清要这江山格勇 一日清晨 楚墨北命英雄 保护楚墨信先行 回京城复命 自己则与姚莫丸等人 一同离开莽园 让楚墨北没想到的是 叶军清居然同行 随行之人还有听乐 音学 奔雷 冷冰心四人 风雨雷电 则被派回广宁 向环衡与贺连鹏解释一切 已是五十 众人在一片小树林里 稍作修行 主任 您渴了吧 这是奔雷在前面 稀里给您咬的水 甘甜可口 您成长 自冷冰心告诉奔雷 姚莫丸已经答应 原谅自己之后 奔雷在姚莫丸面前 便表现得十分的狗腿 有王爷在 怎么会让本宫渴着 你好生伺候宿亲王便是 还有 冰心手无腹肌之力 你可千万要好生照顾 知道吗 此刻 顶着杨莫碗面皮的冷冰心 好意地提醒奔雷 主人放心 奔雷必定尽心尽力 那是水 奔雷捧着手里的银波 阴晴开口 冷冰心直觉 奔雷一番好意 随身手接过来 喝了两口 且说奔雷离开后 一侧的楚墨碑 转眸看向冷冰心 你今天似乎不太一样 楚墨碑似有深意地 打量着冷冰心 声音里隐隐透着怀疑 太子殿下觉得 梦晚哪里不同啊 冷冰心眸色微凝 抬眸时眼底一片滑彩 从莽员到现在 你一眼都没看叶军青 什么 你不担心叶军青的眼睛 担心也不需要把眼睛 长在叶军青身上啊 况且有奔雷和冷冰心照顾 本宫放心 冷冰心知道 楚墨北的目光太过凌厉 对视片刻便让他心虚 幸而冷冰心对自己的 易容术还是极为自信的 否则 必定早就干产了 你真的没将我们演戏的事 告诉叶军青 楚墨北表示怀疑 梦晚若想告诉 早就说了 会等到现在吗 冷冰心反问 昨夜易容之时 姚沫晚已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向自己讲了个大概 所以 对于楚墨北 还不算太刁钻的问题 冷冰心自觉应付得来 车厢内 叶军青接过奔雷递过来的银波 象征性地喝了两口 奔雷 梦晚呢 叶军青神色木讷地望着前方 看似失明的症状 实则 却能将所有事物尽收眼底 由此可见 理准的医术 那也是相当精湛的 只是一颗药丸 叶军青眼球转动的速度 比平时慢了十倍不止 让人一眼便觉 此人是个瞎子 主人和楚墨北 在前面的马车边坐着呢 谈心呢 奔雷盯着叶军青的眼睛 心疼地回应 那你有没有听到 他们在谈什么 叶军青追问开口 看到不远处姚莫晚 与楚墨北有说有笑的 叶军青有些急了 王爷 其实您都已经这样了 又何必走这一趟 硬给自己添堵啊 温雷接过叶军青手中的银波 见前面马车有了动静 当即上车拽起缰绳 莫晚是莫星唯一的亲妹妹 如今她要嫁人 本王说什么都要参加 若她被人欺负 有本王在 她便不会觉得没有依靠 碍于车厢里有冷冰心在 叶军青只能说些场面的话 其实不管是叶军青还是奔雷 都无法理解 姚莫晚让领兵心随行的用意 随行就随行吧 还非要把她安排到这辆马车里 王爷 您可真会开玩笑 主人会被欺负 他不欺负别人 已经烧高香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人有尸首马有尸体 人这辈子啊 谁也不敢保证一帆风顺的 久未出生的姚莫晚 终是睁开眼睛 诞生的 本来是因为你不了解主人 自奔雷跟主人到现在 真心没见过 谁能从主人身上得着便宜的 唯独楚墨北是个例外 当初在明月侠的时候 主人差点没死在那四手里 如今也不知道主人怎么想的 居然要嫁给那家伙 温雷说着话 自怀里掏出个布袋 递给姚莫晚 这是什么 姚莫晚挑眉的接了过来 瓜子 要不是你 主人也不能再收温雷 温雷颇为感激的当 举手之劳而已 其实 姚莫晚也不算难相处的 你若实心为他 他自然懂得你的好的 姚莫晚一直觉得 身为主子 他还算合格 王爷倒是实心为他 可他呢 王爷 你别伤心 如果姚莫晚真敢嫁给 楚莫晚 奔雷必定大闹洗汤 当众与姚莫晚 断绝主婆关系 奔雷指道 叶军青在车厢里 当即表态 一侧的姚莫晚 唇角勾了两下 你既有此心 当初何必让冰心为你求情啊 姚莫晚不解的开口 当众断绝主婆关系的前提是 奔雷还是姚莫晚的手下 你说对吧 一语弊 姚莫晚额头顿时扶起三条黑线 奔先锋 聪明啊 姚莫晚咬牙切齿 一番般 对了 你嗓子怎么了 奔雷意识到 姚莫晚喉咙沙哑 关切地问 瓜子客多了 姚莫晚 脸了眼底的阴光 温神回应 姚莫晚终于意识到 在他众多手下中 奔雷无疑 是最欠揍的一个 金星姑娘 本王知道你易容数了得 不知 你可否帮本王一个忙 叶军青忽然开口 神色肃然 王爷有事尽管吩咐 只要冰心能做到 姚莫晚暂步于奔雷一般见识 眸子落在叶军青脸上 看着那双清澈无尘的眸 如死水一般 姚莫晚自心底心疼 要是莫晚铁了心 要嫁给楚莫呗 本王希望 你能将奔雷 易容成莫晚的模样 与楚莫北拜堂 一语弊 杨莫晚与奔雷同时看向叶军青 后脑距跌落大地的冷汗 王 王爷 您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奔雷苦哈着脸 看向叶军青 心底 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是本王虚伪了 本王承认 此番与莫晚同行入属 不是因为莫晚是莫心的妹妹 也不是想身为娘家人 坐在她与楚莫北的喜堂上 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 本王都不会让莫晚嫁给楚莫北 本王坦诚直言 不知冰心姑娘 可否应下本王的请求 叶军青私存许久 终是决定拉拢拢拼心 一容倒是容易 只是如果奔先锋 不介意身上某个部位的话 冰心自是愿意成全王爷的 姚莫晚原以为 叶军青是对自己死心了 所以昨晚便是自己扶探一下 他都要躲开 此刻姚莫晚的心 似是打翻了五味瓶 酸甜苦辣都有 王爷 奔雷三代单船啊 那在意吧 叶军青一声叹息 随后将身体已在车厢上 缓缓闭上眼睛 他需要沉思 如何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 阻止这场大婚 这是个问题 从网园到大鼠京城 差不多十天的路程 信而路上没出什么意外 众人平安到达了京城 因为有楚墨信早来报信 京城内外已是彩仇高悬 一片喜气之相 待楚墨为等人入城之际 楚墨信已然在城门处后了许久 皇兄 父皇有令 让你们都住在皇宫里 大婚三日后举行 楚墨信眉眼揭笑 看到冷冰心时更是还言 三日后 这么仓促 楚墨被见眉紧促 眼下掠过一片冰寒 不仓促 自墨信回来 父皇便开始着实准备了 现在齐王封一寒 夏王狄封 周王周远 楼兰王库布丹 还有南疆的韩岳公主 都已经在皇宫了 对了 还有万皇城的韩锦衣 楚墨信说话间 姚莫婉与叶军青所在的马车 遗到了金前 姚莫婉闻声 心中骇然 若此事乃无名操控 那事情可就棘手了 五国国坚到了四个 这 这怎么可能 楚墨被承认 自己是个人物 但他不觉得 自己在这七国中 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彼时叶军青取断停停时 各国也只是派了使节 莫信总不会信口思黄吧 快走吧 父皇等着见你们呢 丑莫信欢喜开口 于前面带路 车厢内 姚莫婉面色明重 依楚莫信之言 姚莫婉便断定 此事必是无名在幕后操纵 想那大舟素来衣服大厨 与大鼠并无来往 若是楚西做得了主 必然不会邀请周云 退一万步讲 就算楚西发了邀请函 周云也未必会来 放眼天下 除了无名 还有谁能请得动周云 一路无话 金鸾殿上 楚西草草交代了两句 便命工人 将姚莫婉等人 领到了各自的房间里 楚莫北以商议大婚细节为由 想要留下来 却被楚西以身体不适 给拒绝了 晚膳之后 冷冰心残疑回到房间 便见一身着黄色紧断的男子 束手立于亭内 此刻 听悦正候在门口 见冷冰心走过来 当即迎了上去 这是齐王丰一寒 见机行事 听悦低声嘱咐 冷冰心微微寒手 心下却有几分慌乱 毕竟是冒牌的 底气实在是足不起来 莫婉 一寒需要解释 冷冰心才一站稳 便见一张闪亮的脸 近在咫尺 险些晃瞎了他的眼睛 呃 解释什么呢 冷冰心学着姚莫婉 玩世不恭的模样 调了调眉 怎么会是楚莫北 为什么会是楚莫北 若可以不是叶军青 一寒也一样有机会的 不是吗 风一寒上前一步 深邃的眸透着浓浓的 不可抹灭的深情 呃 这个问题 冷冰心真心没想到 姚莫婉跟风一寒有故事 当下不知如何开口 是楚莫北逼你的 齐国虽不如大楚兵力 但交起手来未必会输 风一寒心目如追 决然道 没有人逼我 是我自愿的 冷冰心闻声 转谋信誓旦旦 自愿 你为了叶军青 连命都不要了 现在你说自愿嫁给楚莫北 你以为一寒或信啊 风一寒苦笑 没人知道 当接到楚莫北 与姚莫婉大婚的消息之后 她的心有多痛 看着姚莫婉得到真爱 她祝福 可姚莫婉若不嫁给叶军青 她岂能退出 此一时比一时 莫婉现在的欣赏水平变了不是 如果齐王没什么重要的事 不晚下休息了 冷冰心勉强勾纯 笑容有些僵硬